澳门连续11日没有新增确诊个案 政府宣布下个月起分阶段复课 高中和初中首先复课 澳门教清局表示 考虑到澳门目前的情况 经听取卫生部门的专业意见之后 非高等教育下个月起复课 其中高中下个月4日首先复课 初中就在下个月11日 至于小学、幼儿及特殊教育 会以更弹性的方式处理复课 会视乎疫情再公布 不排除今个学年不回学校上课 复课之后 家长可以视乎疫情发展和学生的需要 向学校提出合理缺勤的申请 学校应该作弹性处理 如果出现确诊个案 会延后复课日期或再宣布停课